所有死角都不能放過 大動作消毒清潔 確診比利時工程師 足跡遍及北部中部 一度引起恐慌 在三月的第二個禮拜的時候 出現嗅味覺的異常現象 那當時沒有做任何的檢測 肺部的陽氣交換的功能的檢測 那他確實也看到 他換氣功能是有下降 驗出陽性當下並沒有明顯症狀 但肺部確實異常 工程師五月初入境台灣 七月底檢測時 血中抗體IGM陰性 IGG陽性代表感染時間較早 再往回溯三月曾經有症狀 加上工作緣故 英國比利時兩地跑 專家排除本土感染 他退估可能是已經有三個月以上的 一個變化的狀況 多數的專家還是覺得 他可能是在入境台灣之前 研究受到感染的可能性是比較高的 好幾位確診感染源都是羅生們 五十多歲女性六月底在台灣活動 入境香港後裁檢確診 後續疫調沒有再往外擴散 另一名染疫日籍工程師 一百零四位接觸者也都是陰性 指揮中心通通宣布結案 本土有風險邊境更是不敢鬆懈 指揮中心新政策針對居家隔離檢疫 可能不止14天 未來即使未滿24小時 也以天計算領防疫補償金 預計將多發一億元 鼓勵民眾配合邊境管制 讓社區更安全 三年新聞聯絡縣增加宣 特別報導